本期话题小米粥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小米呢是我们讲常用的补虚食品 那么我们通常对脾胃虚弱 我们可以点熬点小米粥能够达到健脾一味 然后对气血虚弱啊我们打得用小米 那么是个补养类一种常用的食品 除了以外呢小米本身还有一些保健价值 通过的就是说对比如常遭便秘啊 我们可以用小米粥那么经常使用之后 它会改善胃肠的功能达到通便目的 另外小米还有一定就是说减脂的效果 因为小米它有通便作用 它呢能够达到减脂那种降脂肪 另外还有小米呢它也有一定降压效果 那小米的降压效果呢就是说因为经常使用 那么小米呢它还有一些就是说对高血压 会鼓励适当使用一些小米 那么对血压的控制也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小米还有一些就是其他一样价值 比如说气血不足啊 还有就是不虚啊 这种效果也是不错的 无极必反 所以我们讲适量使用 达到保健效果 过量使用对身体还是没有太多好处 所以就是说无极必反 所以我们强调一下 所以就是保健价值在合理用量 适当用量下效果都是不错的 对不起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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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